好 这场国庆大典当中呢 马英九跟王金平 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呢 看起来这个和乐而融洽 当然这中间呢 有很多这个人 还有一些这个物品来帮忙 第一个当然这是周美亲夫人 她的这个角色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两个人戴的这个草帽 也很特别 因为这个呢 好像是过去没有看过的 因为这个草帽呢 这个马英九讲了 跟这个王金平说 你戴我就戴 也让这个气氛呢 看起来是比较轻松 而这个草帽 立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它是国庆大会 为大家所准备的 包括今年来参加的外宾呢 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戴了一顶 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好好玩啊 这个总统戴这个草帽 穿着这个西装 打起领带 看起来怪怪的 也有人说 他像日本漫画主角 海贼王鲁夫 马英九和王金平 9月以来首度同台 中间隔着周美青 终于有互动了 两人还一起做了这件事 高雄市三姓家商 一起低头拿出大会 事先准备的草帽 几乎是同时间戴上 周美青还只帮马英九看 帽子的角度 这草帽似乎让王金平 周美青很有得了 而马王脸上的表情 气氛也变得比较放松自然 这是今年国庆限量的草帽 马英九跟王金平都戴了 但一般民众想买 可能买不到 那我们就来请民众 试戴看看是什么感觉 蛮凉快 但戴上草帽之后 应该就不会有心结了 我觉得 戴起来有点像陈磊吧 它会像卢夫 像谁 卢夫 哦 很像耶 很像陈磊跟卢夫都会有点像 是中部工厂全手工制作 因为轻便透气 被国庆大会选中当贵宾帽 全台限量2100顶 但标价不到100元 因为今天国庆日 在国庆典礼上面 马王一起戴同样的帽子 好像之前的心结 先暂时泡在脑后这样子 对照前总统 陈水扁时戴国庆 也曾选用白色圆顶草帽 风格虽然类似 但今年草帽被马王两人 同时这么一戴 却成为最受瞩目的全民话题 中文新闻 正人总理解台北采访报道